在31号是高中职各级学校的开学日 花莲南区的第一学府玉礼高中也办理了开学典礼 特别是新学期也有新的校长上任 郑志明校长原任西罗农工的学务主任 28年热衷在乡下学校服务 这一次玉礼高中任教是他担任校长的第一所学校 开学日这一天他送给学生三个字 养乐多养成好习惯乐于学习多元的发展能力 希望未来的学习路上能够提升教学的品质 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 一见站好抬头挺胸 学校师生一起唱校歌 这是花莲县南区第一学府玉礼高中的开学典礼 新的学期也有新校长上任 就是这位郑志明校长 原任西罗农工学务主任28年 这次来到玉礼高中任教是他担任校长的第一所学校 开学日这天他送学生三个字 养乐多哲学 养成好习惯乐于学习多元发展 养就是养成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包括爱整洁所自去乐学习 那乐就是乐于学习 乐于阅读 那乐读我们也知道是接近社会的 接近世界的一扇窗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希望我们同学乐于接近社会 乐于接近世界 那能够跟世界来接轨 那多就是多元的一个展能的部分 因为同学有无限的可能 我们要发现同学的一个优势的机会 然后找到他这个亮点 我们再找这个亮点来发展 开学这天校长也恭喜玉礼高中棒球队 再次在能高杯全国三级棒球锦标赛 夺下冠军 肯定鼓励棒球队学生 继续在10月份的黑豹齐全国棒球比赛 拿下好成绩 冠军上我们以巴比 击败花脸其中 希望同学日后就秉持 这种拼战的精神 你有的目标 就往我们的目标来迈进 开学典礼陈少师兄 除了一起唱校歌之外 很重要的也进行宣誓反霸凌誓词 就是希望开学日这天 向新生救生再次宣导 校园反霸凌 一起打造快乐温馨的校园 记者高双双预理采访波动